農委會已經進行一個 董部保護法要修法的吳哥說 這是這幾年來 規模最大的修正 董部團體認為說有兩大突破 包括說可以讓這個董部 原地的基Q做法 可以進入 順領去裂 另外是修補一些 雅池條款的空間 在雅池給金皮 才是玩遊戲的中品 是頭部才是腸部器 這個行為在董部法修法後 都會是違法的行為 農委會最近 還有一個董部保護法要修案 要加強管理 董部利用 又有力臺上罷 其中整列 禁止以五六 營業點目錄 進行董部工業才是政務 董部團體委 修補雅池條款的浪篷 是這次的突破 將近幾期董部員 無法進入住人的家 客人動物受力臺的情形 這次車案也特別受誤 董部員 離金序的狀況 可以進入 順領 客的款領 也頂頂不受動物的要件 必須時可以 當靠留動物 也董部團體希望 提款力臺動物的行政 以及搶救動物及時強制的這幾個法條 我們希望至少在這一屆就能夠過關 董部法委八十七年 公佈時向以來 已經經過十五次修正 但以完環皮片有浪篷 所以董部會再一次拿修法 委員本四十條條分 前加到六十八條 這一次的修法是近幾年來 最大規模的一次全文修正 就是罰金還有刑責的部分 都有加重 修法包含四大臉上 理工法主人客戚方便 明定動物 奉起用 這是木修 主人應該負擔 理修容機桿 集出來費用 另外也明定不可以賣三地條 主人也正正通物散業的管理 工法官頭流向管理 記者 林貴智琳 南昌緯 台報告得